这是鬼子的格局 哈喽,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锐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话说2021年的5,6月呢 大概是 本初感谢季吧 时序有逐渐入下 情绪呢 也随着气温 逐渐升高 令人难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啊 原来这就是袁绍的感觉啊 不过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 不是袁紹 而是來聊聊他手下的猛將 我之前拍片提過 我認為原本初是屬於謀士型的君主 衝鋒獻證輸給曹操 那不能怪他 從徽夏將軍裡面找戰犯 這就對了 其實河北原家 賓多將廣 我們要從誰開始講起呢 要說觀眾最熟的 莫過於有渤海雙臂之稱的 炎梁文醜雙人族 最近炎梁因為冷淡熊大大的提拔 整個膨脹 我猜未來要單飛不解散都有可能 在其次 還有與雙臂湊在一起組成 河北四亭柱的張河高蘭 認真說原家企業的男子團體數量 也不遜於位屬無三國 但是呢 今天我要來講個特別的 這人活躍期間屬於 袁紹奮發向上的前期 史書上被記載有多場獨立作戰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呢 袁紹單挑公孫在那場著名的 借橋之戰 要是少了他喔 那恐怕光榮借橋就要變成 本出過橋了 掌聲歡迎本片的男主角 阿瑞心中的河北第一猛將 徐毅 開頭啊 就要戳破大家心中美好的夢幻泡泡 其實呢 我們徐毅不是河北本地人喔 他是個有梁州背景的洋將 就跟台灣城邦代表隊啊 其實都是台東花蓮桃園隊一樣 東漢末年要說騎馬射箭 梁州 賓州呢 大概就是票房保證 在史書英雄記裡頭提到 徐毅呢在梁州待過很長的時間 也與當地的槍族部落有所交流 學到他們的作戰方法 因此呢 手下的士兵啊 都一等一的骁勇善戰 這裡呢 也透露另一個重要訊息 徐毅可能是有一小隊親信不取 跟在身邊打天下的 但話說呢 他到底是梁州人 還是只是生活在那裡呢 目前看不出標準答案 我們先繼續走再來講情節 到結論時間呢 會分享一些我個人的猜測 就說徐毅好好的梁州不住 要跑去哪裡呢 他跑到了河北發展 投奔季州牧 韓副手下工作 我們在被偷走的三國制第一男主角影片裡有講到 袁紹呢 他處心機率發動了董卓包圍網 背後重要的支持者就有韓副 然而這個陶董大聯盟成立後 盟主大衛卻不是留給韓副 而是被袁紹撿走 當時韓老大就不爽了 軍糧遲到 作戰消極 總之就是各種不配合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徐毅看不下去了 你要打就打 不打就拆夥啊 這樣扭捏作態像什麼樣子 或許這就是梁州style吧 討厭拐彎抹角啊 總之呢 徐毅一氣之下就離開韓老大 轉而與袁紹合作 後漢書這裡呢 用詞喔 蠻妙的 他不是寫 奶頭袁紹 好像哪裡怪怪的 而是寫 少奶與意相結 意思是呢 袁紹和徐毅互相結盟 聽起來喔 更像是一種對等的關係 再次加深了我前面說 徐毅可能有私人不取的猜測 因此呢 他講話大聲啊 能夠自作主張 話說 徐毅加入袁紹陣營後 袁紹啊 就利用外交手段 邀請北方的軍閥公孫站 楊公 借機呢 從韓副手上 奪取了 紀州 也笑納了他旗下那些知名的 文臣猛將 這裡蠻好玩的喔 如果按照入門先後 徐毅算早的喔 張禾啊 田楓啊 居壽 這些菜皮疤 還要尊稱他一身學長 就在袁紹擴張領地增加公司規模的同時 一場他人生中數一數二的驚險挑戰 也悄悄逼近了 公元191年 東漢出平二年 這時候董卓永利的漢限帝也上位兩年了 由此一說啊 袁紹認為我們限帝呢 是在董卓脅迫之下登基的傀儡政權 他曾表示反對喔 並且呢 嘗試擁立幽州的宗室 劉瑜為帝 不過呢 這個計劃並沒有成功 換句話說呢 袁紹雖然從韓副手上 搶來了祭州墓的頭銜 但整個河北呢 其實是動盪不安 漢朝的公權力 鞭長莫及 他像是身懷巨款走在街上啊 很多路人呢 都覺得眼紅 最紅的那個人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公孫讚 白馬將軍公孫讚的生平啊 我們拍過專片介紹 這裡呢 廢話不多說 直接切入重點 公孫讚那時候呢 因為剛剛擊敗 青州黃金賊羽黨 紳士啊 也是如日中天 屯兵在廣宗這個地方 許多祭州官員呢 都望風披靡 支援他的軍隊 對袁紹來說 就不開心啦 祭州墓是我不是你耶 啊你軍隊在我地盤上 晃來晃去跟他洗澡咖 以後我該怎麼統治地方啊 不然 來打一架 贏的留下 輸的滾 沒錯 男人打架的理由 就是這麼單純可愛啊 袁紹親自率兵出擊 我覺得這也是他史書有記載 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作戰 相比之下呢 他對面的公孫讚喔 可是從年少時就在北進 跟烏丸外族 真刀真槍打出來的本事啊 這如果開外圍賭盤呢 公孫家沒有讓個10分 賠率呢 大概會很難看 但是啊 幸好袁紹呢 有那麼一點自知之明 我是總指揮啊 我不用衝第一啊 該找誰去試水溫呢 也不知道是 袁紹有眼光 或者 徐毅呢自告奮勇 我姑且相信是後者啦 軍事會議上面呢 梁州徐毅挺身而出 本初啊 這場戰爭必須要有好頭彩 先登憲政的任務就交給我吧 只要800人 我一定會錯錯幽州鐵記的銳氣 沒錯 公孫戰手下呢 最有名的 就是那批 白馬翼從 祭兵隊 機動性強 駿馬多達數千匹 平原正面衝擊之下 沒有多少人可以抵擋啊 然而 我們徐毅呢 也不是吃素的 他熟知 祭兵作戰的弱點 剪刀石頭布 都知道你要出剪刀了 我難道還乖乖出布給你剪嗎 於是 徐毅準備了一套 黑科技 他命令手下 精銳800壯士 準備好堅強盾牌 外加強弩手 埋伏兩側 在前線呢 布好了口袋陣型 公孫戰這邊呢 則是以步兵三萬結成方陣 左右兩億個五千名忌兵機動支援 他一看到對手正面 只有區區不到一千人的持盾步兵 心裡就笑了 呵呵 我軍隊中的馬兒 撞都撞死你了 手一揮啊 命令大將嚴剛打先鋒 緊緊率領祭兵衝鋒 打算直接碾壓過去 要知道喔 大規模祭兵兵團作戰 殺傷力呢 在於衝鋒切割敵方陣線 接著呢 用機動力將對手各個擊破 但相對的 萬一陣線沒衝破 馬匹不像人跑步一樣 說煞車就煞車啊 後馬幾千馬亂成一團 就會陷入一段指揮麻痺的時期 而這恰恰就是 瞿裕打的如意算盤 我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啊 以下是個人猜想 瞿裕呢 知道祭兵喔 優缺點明顯 如果可以引誘對方以祭兵攻擊 我方就能預先做好反制 怎麼樣讓對手輕率進攻呢 兵力多了喔 可不行喔 不滿一千人的精銳 會是個好選擇 八百人剛剛好 否則公孫戰整個三萬步兵方陣淹過來啊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只要對方輕敵 瞿裕這個戰法呢 就贏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呢 就是士兵啊 必須堅守防線 不要崩潰 而他手下精銳呢 都受過梁州特戰訓練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又何懼區區戰馬衝鋒呢 大家喔 手舉大盾結成鐵壁鎮 半跪在地 躲在盾牌後方 透過縫隙呢 看見遠方 塵土飛揚 白馬成群結隊奔駛而來 就像海面上呢 捲起一排滔天巨浪 五百公尺 三百公尺 一百公尺 連地面啊 都可以感受到震鬥 就在祭兵來到前方 數十步的距離時 取義一聲令下 八百壯士仰起盾牌 同時發出大賀 戰馬被這突如其來的巨響 嚇得仰頭長絲 緊接著呢 埋伏在左右兩旁的弓弩手 紛紛放箭 將攻勢受阻的敵兵射落馬下 取義當先衝出 照準先鋒官炎鋼 就是一刀 將他斬落馬下 勝於士兵呢 歷史潰散 遭到斬首的數量啊 高達上千名 首戰呢 齊開得勝後啊 取義打鐵趁熱 繼續往前追擊到戒橋這個地方 公孫戰呢 沒有料到對方竟然大膽追擊 不留喘息空間啊 嘗試呢 想要恢復部隊秩序 但軍營中四隻腳的馬兩隻腳的人到處亂撞 根本不聽指揮啊 沒有多久竟然連大營都被攻破 還讓取義有奪走了衙門旗 整個臉上無光 鏡頭另一邊呢 袁紹在後方頻頻接到捷報 眼看借橋之戰呢 就要畫下完美句點 連忙帶著手持大吉的清兵與弓箭手一百多人往前衝 不想錯過精彩的勝利畫面啊 殊不知 這個前進過程呢 居然一面撞上兩千多名走散的公孫戰祭兵 一百對兩千 那當然毫無懸念喔 被包得緊緊的 此時呢 袁紹身旁的謀士 田豐 趕忙勸老闆呢 先到防禦公室裡躲避 但袁紹不答應啊 說出了那句千古名言 大丈夫啊 就該戰死 躲起來像什麼樣子啊 也不知道呢 是被主帥的氣勢給激勵 還是大家勤急拼命啊 四周輕衛隊呢 奮起抵抗 加上敵方祭兵 似乎沒發現 自己包圍的 竟然是對面總司令啊 就沒有往死裡打 終於撐到了 瞿翼帶兵回防 袁紹鬆了一口氣啊 喜迎他人生 親自領兵的經典一生 這場戰爭呢 雖然獲勝 但如同瞿翼所說啊 只是挫挫對手銳氣 並不是一個 決定性的殲滅戰 後續袁家公孫家呢 又經歷了兩年對峙 最後才在朝廷居中 調停下各自收兵 袁紹撤退回家的路上呢 大本營夜城附近的黑山賊 突然叛變 包圍了城池 城中還有他家人妻小 袁紹呢 卻神色自若 一點都不慌張 接下來的變化 太奇妙了 賊兵中啊 突然有一個將領良心發現 從西門翻牆進入 協助袁家親信打包行李 在連夜護送他們 來與大部隊會合 這反映了什麼呢 袁紹演技很爛嗎 他應該早就知道這批黑山賊 不足為據了吧 這當然沒有錯 同時還傳達另一件事 黑山賊的叛亂呢 很可能早就有風聲 是公孫戰陣營還是其他反袁紹陣營發起的 我們不確定啊 但河北群雄把朝廷的停戰命令當空氣是個事實 隔不到兩年呢 雙方戰端再起 在幽州刺史劉瑜的號召下 袁紹派出瞿役與烏環鮮卑部落的士兵聯手 再次大舉進攻公孫戰 在暴秋這個地方呢 殲滅敵兵高達兩萬人 最後攻打到對手的主城易金石呢 卻踢到鐵板 公孫戰選擇關起門屯田長期抗戰 守了將近一年 等到瞿役良靜退兵 再乘勝追擊 掠奪了不少軍隊物資 大家會好奇 這場敗仗過後呢 瞿役的下場是什麼 厚漢書寫道哦 瞿役自恃有功 教縱意圖不軌 袁紹將他招來處死 並且併吞了他的手下 以前啊我大概會說 啊袁紹啊 你自毀長城 瞿役這麼能打 留到關渡之戰多好 但大家細思後呢 會發現有點詭異的地方 瞿役過世前 明明是打了敗仗退兵 這種情況下 正常人都不會太囂張吧 這段史料呢 我個人的解讀 倒不是放在 嬌縱 而是會去揣測呢 是不是真的有 不軌 前面講到呢 瞿役易易金之戰撤退時 又餓又累的士兵啊 大部分平安回家 只是丟失了軍隊物資 這會不會是跟公孫綻 共演的一場戲呢 有沒有可能 他和公孫綻達成了密約 準備回到夜城之後 作為內印 只是消息不幸走漏 袁紹才先發智人 這就要呼應我開頭講的 瞿役出生的梁州一些猜想 大家如果用瞿這個姓氏呢 去搜尋三國志 可以找到幾則在西平 京城這些地方 瞿家子弟的故事 像什麼瞿光啊 瞿眼瞿勝 瞿陰等人 我直接講結論啊 這些人留下來的記載都非常類似 要嘛被刺自己老闆 要嘛殺了當地的地方官 而且呢 似乎也都是有私人布局 作為後盾 退萬部來說呢 瞿役自己確實有 背叛韓富的不良記錄在 加上上面那些梁州瞿家的狼姓啊 也讓人抖抖的 袁紹如果真的是因為提前得知 瞿役反叛的陰謀殺人 似乎也不能一味責怪他 畢竟呢 這頭狼啊 如果在關渡之戰回頭咬自己一口 其實不用啦 要是將來打公孫戰的時候翻臉呢 我也沒機會打曹操了 好啦 以上種種當然是一種猜測 瞿役本人呢 雖然沒有獨立列傳 但相對幸運的是 有留下一些精彩的戰績 最後呢 要補充一個很多人好奇的事情 江湖傳聞呢 三國有一個特種部隊 叫做 先登死士 就是前面講到 瞿役呢 所率領的那八百壯士 我個人認為呢 這支部隊或許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神秘 應該就是一隻訓練精良 敢於當前鋒 硬扛敵人炮火的禁旅 畢竟 先登 照字面翻譯就是搶先攻佔敵人據點 在史料漢敬春秋中 還有收錄一段袁紹寫給公孫讚的信件 信上提到呢 瞿役過世後 他還有一些語黨不願意聽從袁紹指揮 而這批人呢 就是當年在戒橋之戰 搶盜軍旗攻佔據點的勇者 說到底 我認為瞿役畢竟和炎良文寵不一樣 他並非和袁紹有明確上下隸屬關係的武將 更像是一隻戰力勇猛的傭兵團團長 既然沒有固定的據點 哪裡有好處就往哪裡去 也是很正常的 欸 聽起來怎麼跟早年的劉備有點像呢 我不禁會想 在那批先登死室裡頭 會不會也有幾個人 其實無有不下觀章 只是因為團長的殞落 就隨之淡出歷史舞台 亂世之中啊 誰才是英雄 故事說的越多呢 我越難給出一個答案 觀眾朋友 你應該知道 這支影片呢 我不只是想說 瞿役一個人 喜歡今天的故事嗎 英雄說書需要你的支持 讓好故事被更多人聽到 動動手指訂閱我們頻道 打開小鈴鐺 選擇接收全部消息 這對創作者的幫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要給我們更多鼓勵 也可以掃描加入會員QR Code 用每個月一杯咖啡的錢 贊助我們的內容創作 這裡是英雄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好